在今天你有没有感觉到天气好热啊 许多地方的温度都瞬间的飙高了 我们就来看看今天的最高温的地方在哪里 先注意到最热的地方就在那台北市了 盆地效应加上这整个吹得比较偏南风之下 今天中午的高温到了35.5度了 温度形态来说全台湾最热的地方就在台北 可是基隆的朋友也会发现到 怎么中午这么热啊 35.1度 因为整个风向过了山脉之后再吹进基隆 所以呢有一点下沉增温的影响 所以今天的基隆温度也都偏高 第三个地方呢就在台东的大午 中午的高温34.8度 也是过山风而造成的高温现象 新竹中午的气温34.1度 这样热的天气还有两天的时间 要提醒您炎热要持续到礼拜六 所以要提醒您户外活动多喝水 小心别中暑了 到了礼拜天封面晚上才会接近 就来看看卫星云图 从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台湾上空 风向偏着西南风上来之下 温度形态来说各地偏高 而且云层发展只有中午以后 山区的零星的一些云层发展 但是午后阵雨偏少 我们看到在大陆地区有另外的水气带在发展了 目前滞留封面是在大陆的位置 对我们台湾来说呢 在未来的两天 你要感受到就是高温而炎热 而到了周日的晚上的时候呢 华南地区的封面才会再度接近 礼拜天晚上下雷雨了 礼拜一呢又是雨后多云 到了周二封面前半段东移 后半段停留在大陆华南 小滴宁给您一个提醒 要注意的是外出活动 防晒工作不能少 炎热的天气 户外活动记得多喝水